今年度国民党首高的校长人数党党 今天基金交集电力 由管长李静佣称心主持 感谢您对到校长的负责 也对到新校长来表示欢迎 并且希望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可以在建立校长的教育基礎之下 来位团人的教育創作更好未来 不放费公堂 不滥用人员 不赢私舞弊 不受受惠弱 如违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团人员最近基金国民党首下校长的教杰典 由管长李静佣称心来主持教杰典 这次有将要退休和上新任的校长都出席参加 我希望团人员的教育 有办法让大家共同的带同志 能够再创新业 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们都能够受到最良好的教育 对团人教育这几年来的努力 管长李静佣也表示大大的困点 其中也特别这次 尤其在团内大行业当台湾定会跟第一次八両准比赛 也都展现困人教育团队坚持不放弃的力量 其实刚才两千块五年的话 我们第一次全国运动会 我们看得出困人教育团队坚持那种强烈的企图性 那种团队的精神 那种奋力不懈的这种斗志 实在是让我们的团队 我们也继续这种精神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些所在 社会更好的教育团队坚持不放弃的力量 他也表示 为处长到校长的专变很大 但是他的利用这些经验 并且保持核心为优先的教育力量 继续在困人的教育开始打拼 从处长到我们的国中校长的角色 实在变化很大 以往是直接全面性高度比较高 可是来到我们的基层式水标 直接面对我们的学生 面对家长 只能刚才现场所勉励的 要我们坚持正义的品德 前进的力量 经以学生活优先 这是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管长也表示 除了对五位准备退休的校长 表达清清的经败记忆 也既台下的心灵校长 可以保持教育力情 而且在未来继续对求进步 相信婚人观教育一定会越来越好 既然刷上林才会红布的